明明说这个是要结缘的 所以你没有孙佛宝 只是说你愿意 得寄更大的功德更好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诉念佛 放声点灯指着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慈悲法语 经典告诉我们 要用每一条线 审视我们自己 同时要完全严格地 使好它们 我们必须知道 所有的线条 并且完全地遵守它们 但我们若只知道 死守原文 那么就只能照着 这种方式去做 有些老师 以这种方法教导 严格遵守教本所说 然而 这是行不同的 事实上 如果我们这样研究理论 修行将不会增长 甚至连信心都会上失 对正道的信念 对正道的信念也会破灭 这都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了解戒律之故 实际上 要完全了解律法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些事 无论我们知道与否 仍然违犯 这是很难处理的 谈到终极真理 并不需要 借由逆行的忏悔 如果我们见到 我们的心是清静的 而且毫无疑惑 那么违犯当下就解除了 安忍的意义 起初 师长教导我们放下 当我们无法放下时 师长也会教导许多方法 他会说 我们要忍耐 通常人们能聪明地 查知什么是放下 可是一旦面对障碍时 他们却无法放下 耐心的人 可以说是一种教导的核心 以真挚生活并不容易 但无论是谁 只要努力地追求道果 并且心向涅槃 将能坚持和忍耐 能知足与安于淡薄 吃得少 睡得少 说得少 以忠道而活 如此一来 我们才能与世俗两断 直接聊当地说 在我们的修行中 你必须忠于自己这个生命 这种修行并非一事 他必须担负些痛苦 特别是前一两年里 会很苦 安受苦人 苦有两种 一种是会导致更多苦的苦 另一种是会导致苦熄灭的苦 如果你不愿意去面对 第二种苦的话 你就必须继续经验第一种苦 假使你修洗法 你必须以心理尽法 不能够让法来随顺你 当你以这种方法修行时 痛苦便会生气 没有一个人 能够逃避这些痛苦 就这样 当你一开始你的修行 痛苦早就在那儿了 在禅坐时 如果你想改变之事 在改变之前 将痛苦忍耐到最极限吧 痛苦忍耐到最大极限时 还要再忍耐 不管有多痛 就是持续下去 佛陀佛陀佛陀说 痛苦是自己生起的 也会自己消失 就让痛苦死去吧 别停止忍耐 但那是逐渐而来的 不要太强迫自己 修行真的 必须依靠稳定与能耐 一 有些人刚开始修缠 便期望心能马上安定下来 但是动乱的习气种子 依然还在 因此行者得忍受他们成熟的过渡期 二 当这样的挫折出现时很重要 此时我们会想摆脱戒的限制 以为这样就不会有压抑与干扰 我们可以随意吃饭睡觉 可以想说就说 也可以自由地走动 随着内心的冲动行事 认为这样很快乐 三 这种修行需要耐力 有些人修行时 不愿被任何事打扰 然而 我们必须试着通过搅动自身 去寻求终止搅动 因此 如果有搅动在你的修行中 那就对了 如果没有 那是错的 你只是随心所欲的 吃和睡而已 这世间所有的教导 都可以包含在这一个教导中 无常 无常和耐心的安忍 这就是如何去接近佛陀的教导 这就是如何去接近佛陀的教导 无常 世间一切都是无确定 一直到我们能见法之前 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和毅力 我们必须忍受 我们必须放弃 我们必须锻炼勤劳和忍耐 我的理解是 基督教的老师们是自爱的 舍离和悲悯的 是别人如己的 牺牲的 不执着的 和许多佛法的基本道理一样 对我来说 他们庆祝圣诞节 那看起来很好 尤其那是一个给予 宽容和爱的节日 只要我们谦逊并放下己见 纵使人多 也能合合成如法的生团 佛陀教导我们 要甘于平凡与平淡 如果我们不在这一方面留意 而自认为比别人强 高尚或特别 各种迷惑就会生气 事实上 人类并没有什么 无论我们可能是什么 那也只是在外表的领域里 如果我拿掉表面 见到超越 我们了解并没有神望在哪里 只有普遍的特性 出生 变异和体面 就只是这样 修行的本质 是去观察动机和审视心 一 你必须有智慧 不要去分别 如果别人不一样 别烦恼 你会因为森林里 一棵弯曲的树 高度和直度都与他数不同而懊恼吗 那是很愚痴的 二 别去衡量别人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不需要去承受希望改变他们的重担 如果想改变任何事物 就去改变你的无名 成为智慧吧 三 别跟那些不修行的人生气 不要评论他们的过错 只要时时劝导他们 四 没有在修行的人 就如同仍然青涩的果实 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成熟 甜美 就顺其自然化 只要宣传我们的药就够了 当有人生病时 自然就会过来 有些修行人 喜欢争论 禅法 建律 与止观 别和他们争辩 我从不和人争辩 我做我了解的修行 别人相信什么是他们的事 不要大惊小怪 我照自己的方式修行 如果你们有兴趣 也可以尝试 我无法强迫你们 如果你们感到好奇 就得自己去寻找答案 否则争论将没完没了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 要修行 为何还对琐碎的事情感兴趣呢 我只得到一点点 而你却得到很多 你跟我争过 所以我现在也要很争 我丝毫没有这些念头 因为我并不是 在寻求这类的事 不论他人做了什么 都是他们的事 到其他寺院去 我也不曾牵涉这类的事 别人修得如何高或低 我都不会去感兴趣 只注意我自己的事 长久的修行之后 你就会明白 那些太聪明的人 短时间内就离开了 永远也学不到东西 你必须除去你的聪明才知 如果你认为你比别人优越 你只会痛苦而已 真是可怜 耐怨害人 在佛法的休息中 我们不需要打击别人 反而要征服我们自己的心 耐心的人 并且抵抗我们所有的情绪 在修习佛法时 我们不心怀愤恨和敌意 反而要放下我们自己行为 思想上不同形式的恶意 使我们免于嫉妒 称怒和怨恨 怨恨只有透过不记仇 不怀怒 才能被克服 自你出生以来 这颗心骗你生气了不知多少次了 有时心甚至能引起整个家庭争吵 或使你整夜哭泣 然而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发动 我们仍然握着事物而受苦 如果你没有看到苦 你必然会继续痛苦 今天如果你看到了生气的苦 那么就把它丢了吧 如果你不丢掉它 它将无限起地引发痛苦 没有机会可以休息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顾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举办三十系列 点灯供水 要供护生祭慈飞诗时法会 恭请赞德法师领重 日期4月14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 地点屏东菩提道场 屏东市建华一街104号二楼 电话087516018 087516018 法会备有消灾超建牌会 供大众填写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举办 尊圣佛母习灾千贡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法师组法 日期4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 地点台北生命道场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电话02-2550-9900 02-2550-9900 地点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Werk室教授法师 si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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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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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